疫情无情 不过泰山区公所很有情 特地为17位模范母亲举办表扬大会 局长林清风表示 因为疫情为让参加人员都安心 活动流程简化 所以颁证贺别的仪式 也都统一采用合影的方式来进行 还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妈妈们 真的是有你们真好 在一年一度这样子的母亲节里面 特别借这个机会 跟我们所有的今天 不论说我们的模范母亲 或者我们现场所有的妈妈们 所以是母亲节快乐 这场表大会包括中央和地方 民意代表还有里长等人 都到场向获选的伟大妈妈献上祝贺 而虽然说疫情严峻 但是公所也把这相关的流程给简化 并且也希望做好一切的防疫 在防疫跟生活里面 我们能够取得一个平衡 并且表扬感谢我们伟大母亲 我想这是最难得的机会 每一个妈妈都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能够得到这个殊荣 绝对是实至名归 恭喜他们对家庭的付出 对社会的贡献 所以他们应受到的表扬 祝他们母亲节快乐 母亲对家庭无私付出及贡献 获得表扬实至名归 像这位高龄90岁的薛姓阿嬷 则在孙子的陪同夏上台接受表扬 母亲节快乐 然后祝阿嬷身体健康 现场看到不少子女开心和母亲 分享这份荣耀 对我都平常都很孝顺 还陪我来领奖 很高兴 感谢妈妈为我们家庭付出这么多 那我们觉得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因应本土疫情升温区公所对防疫工作不敢松懈 管理的民众都有佩戴口罩入场 区长也希望为人子女要及时行效 提前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记者黄又贤泰山报导